8年期间 他在经济上其实做的真的是非常少 而台湾经济还能够维持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台商 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台商带动了两岸的经贸交往 让台湾的经济呢 台湾呢还能够这个 在那里这个支撑着 那么现在这种 在现在这个情形下 是扩大这种这个交往 让这个台湾能够赚更多的钱 还是说切掉这样的交往 好 杨先生 我想杨先生有点太天真了 觉得生意不会影响台湾的主权 2005年胡锦涛发表了胡四点 2009年元月一号他发表了胡六点 第一点 每一次的第一点就是中国一中原则 所有的事物 不管是经济政治文化 都是要在一中原则下进行 在这个情形之下 台湾怎么会有主权呢 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区而已 没有 我想杨先生在看两个数据 那么我们知道呢 在说到两岸经贸关系 台湾刚才张先生提到台湾得到的好处 那么我知道这儿有个数据 2007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高达1000亿美元 那民政党执政八年期间呢 台湾和大陆的贸易增加了2.8倍 投资增加了1.5倍 那张先生刚才提到 就是说两岸经贸关系对于台湾经济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我想请问杨先生 从终极的目的来看 您觉得他说的当然对不对 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失本 但是实际上是有利的一个关系 我想您从这个角度来回报一下 我有新的资料 就是二月的资料 台湾对中国的初超是3.58美金 3.58 billion 就是35亿 35亿8千万 就是贸易顺差 今年二月 那今天对台湾应该是好事情 对台湾是有好处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这个台湾对中国的依赖性 不能继续增加 台湾主要的任务就是要 扩充跟其他国家的经贸 假如这样扩充的话 假如中国假如有善意的话 不应该阻止台湾跟其他国家 其他地区扩充贸易 那中国是在阻止台湾这样做吗 当然了 台湾不能跟美国签FTA 自由贸易协定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反对 当然有其他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中国反对 台湾要加入东协 AC案也是不可能 中国一定反对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希望维持台湾对于大陆的 这个仅仅依赖性 来削弱台湾的主权 不错 不错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跟这个主权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杨先生讲话中间 我觉得有一个 我自己觉得有一个矛盾的地方 就是说 他把这个台湾跟大陆的经贸关系 跟台湾跟世界其他地区的 这个经贸关系 好像有一种对立的感觉 其实没有啦 我刚刚前面有讲过商人无祖国 这个台湾啊 他很清楚 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 今天大陆有钱赚 我当然去大陆 明天大陆这个成本高了 对不对 这个我就不能在大陆 继续坐下 我可能就撤资去越南 越南比较便宜 现在我们据统计 大概是越南的这个劳动成本 好 只是大陆的百分之七十 所以有些台湾就过去了 所以有些台湾已经到越南 有人过去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跟政治 跟主权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讲到过分的依赖 你难道说因为你百分之四十 依赖太高了 台湾里面通通不要卖了 大陆想买 你说不要卖不要卖不要卖 因为那边 这样子会影响我们主权 没有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说 大陆中美关系也有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中国对外出口 很大的这个出口 是出口到美国来的 那么如 现在这个金融危机了 有的时候会影响 对吧 经济危机 那如果没有经济危机 这个北京说 哎呀我们不能过分依赖美国 我们这个出口要停 怎么可能 你政府想停 商人也不见得要停 有点误解 我并不反对台湾跟中国贸易 只是这贸易的立场 应当是平等的 台湾是一个国家 中国是一个国家 用这个地位 两方贸易 plus 更重要的是 中国不要反对台湾 跟其他国家 签订贸易协议 杨先生 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 会请教您 那么在您刚才提到 台湾跟中国 签署贸易协定的时候 您提到担心这个两岸的 这个台湾主权被削弱 当初大三通之前 台湾也有人反对 也是同样的理由 那大三通之后 你有没有看到 台湾主权被削弱 只有15秒钟的时间 请您回答 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 马英卓 看台湾是台湾地区 不是台湾国 他看中国是大陆地区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这是基本的问题 就在这里 张先生五秒钟 我觉得没有主权问题 因为这个 如果按杨先生说的 一定要在国与国的基础上去谈 那大家就不要谈了 北京不会同意 好 听众观众朋友 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就进行到这 下个星期的焦点对话 我们将讨论 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 是否在劫富济贫 欢迎您收听收看 我是宁星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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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